影片编辑日期 2017年11月16日 台服公册第35天 请善用影片底下说明栏的目录连接快速跳转到你想看的部分 古城下水道入口位于克雷斯特汉姆左侧 路上可能会遇到深渊骑士 你只要火环放得出来 就可以欺负他 不然就绕路进船点吧 看这个 用音乐治愈你 古城下水道的怪物有四种 最佛心的是全部被动 而且基本三只一组 死后会很快重生 四种怪物之中 等级最低的蓝鼠是83级 所以你有能力吃他的话 73级就可以来下水道挂 掉落物有塞依法跟神之金属原石 稍微逛一逛 看别人在这怎么浓怪 路人神官的审判打邪恶使者一发伤害2万 看起来浓得很轻松 比较受欢迎的怪物是史听 他血量只有6.5万 JOB经验394 等级87略高 至少要77级以上角色打他才能吃到完整经验 法师详描使听很容易 但没弄好的话 被色情使听的触手摸到全身抖不停 练及效益就反而降下来 猎人也喜欢吃史听 触手戏非常受欢迎 这里遇到同行 路雷打虎吸顺便吃史听 一次打四五只怪 不知道他今天赚多少 没有牧师的法师 一个人吃虎吸也是OK 但我不会想这么做 接下来报告分别用火球术 雷鸣术 怒雷强疾 在两人组队情况下 是浓十分钟的结果 角色等级81 B经验额外加成5% JOB10% 没吃锁链 料理或药水 图片数据上显示的很清楚了 火球术打使听加少量邪恶使者 不管是B或J经验值都优于其他怪物或技能 但请各位注意 这只是在我个人的装备情况下策出来的结果 你装备越好配点越精妙效率自然越高 而且在进阶 而且在进阶听说有火还家火充秒报使听 甚至造价XX1台币的极品毕业陨石法一登场 效率就猛如鬼神 不过这个是我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门槛 就不可能测试 另外就跟转弹一样 很多人挤一个小点在抢怪 效率什么的就不用谈了 请自己心里要有底 不盲目追求使听 而且重点 古城下水道的怪物真的好穷 以上 孤狗小阿姨配音 后面附上龙怪过程 还有角色素质 技能配点 装备等等 随便看看就好 不要学我 例如奥福跟奥练 正常情况下 是用不到 浪费钱去买你会吐血 我已经吐了五公升了 就这样 88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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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4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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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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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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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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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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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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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6 6 7 6 7 7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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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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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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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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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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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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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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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